韩正指出,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上海市传递活动的组织筹备工作,必须牢牢把握三个关键环节 确保安全是第一原则,要细致精心地完善优化方案,一切安排围绕安全,服从安全 要扫扰民,确保城市正常安全有序运营,要营造氛围,展现上海人民期盼奥运,参与奥运,奉献奥运的精神风貌 韩正要求大家明确责任统筹协调,形成合力,为我们国家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市委副书记一一锤主持会议,市领导吴志明、王仲伟、唐登杰、赵文及张学斌出席会议 记者余志平报道